看菜式吧 看菜式吧 三姐, 今天台面很豐富 今天教我們做什麼 喜喜揚揚花膠組 三姐 什麼? 口感又如何? 這個經過精心挑選和處理之後 當然有彈性和韌性 煮熟之後呢? 當然香滑軟 有什麼烹調方法? 蒸蚊燉焗 今天呢? 炸 這麼特別? 這個花膠是怎樣浸發的? 這個花膠我們先用乾蒸的方法 蒸八分鐘左右 然後放進水裡浸 然後放進冰箱, 浸一天 翌日再換水 這次我換上湯下去浸 有什麼好呢? 花膠全入了味 它吸收了味道? 沒錯 是不是很棒? 很棒, 不得了 是 美麗, 花膠有什麼效果? 有很多功效的 可以美顏抗衰老 保腎培緣, 增強免疫力 傷口恢復和長者保健 什麼都齊了, 三姐 今天真的要學習怎麼做 對, 快點做 那你不要讓它吃 我不會的 我們自己給牙 我們女生可以吃的 女生 三姐, 是 這個是不是四十筒的花膠 更快? 是的… 這個我已經浸上湯了 我們也要有頭髮尾尾, 切好嗎? 但是我們切了這些 其實不要浪費了 我們留在這裡, 待會有用 這個頭部 你切得這麼壞 是的 因為有些頭髮尾, 當然要裁 你說完全不裁 那些東西就不漂亮, 是吧? 它的尺寸形狀不同 是的, 沒錯 你也別說, 三姐 現在的硬性和彈性都走出來 是的 但是經過高溫, 它就軟熟了 不得意 當然, 做事就是這樣 煮菜就是這樣 就是覺得生肉 為何忽然放在嘴裡就可以 就是因為廚 說得好 切完它 從風問一樣的問題 是的 但是三姐, 還是重複回答案的問題 那答案真的永遠是一樣的 只有答案 沒錯 答案是永遠是一樣的 三姐, 也想請假嗎? 是… 你這樣切得頭髮尾尾 在嘉年館做到參考一下 真的切多少呢? 切多少? 這樣一點就夠了 切齊齊齊就好嗎? 是的, 沒錯 這樣齊齊齊就好, 剪掉了, 是吧? 是 一個個剪, 我們現在這樣 就可以攪開來剪 就是這個很自在的 是的, 沒錯 剪到一片片就可以了 是的, 沒錯 沒有特定的樣子 但是你說它是花膠棗 我看它怎樣變成一顆棗 煮啊 煮, 煮 其實一個圓的狀態 也可以叫做煮 就是漂亮一點, 是吧? 就是這樣 子玲, 子玲很好幫忙 真的沒得受 你不會問一些… 我會問一些有健適性的東西 這樣吧, 大王, 我沒話說的 你先搞好一塊花膠吧 來, 給大家看看 第一個就是切好的花膠 是 一個最好的花膠水 我們有些蝦膠, 蝦回來 我們也是把蝦吸乾水分, 是吧? 一定要吸乾水, 是嗎? 一定要吸乾水, 你多吸一遍 不要讓它… 吸乾水會什麼? 會散 什麼散? 蝦會散的 不是那種散的嗎? 不是那種散的 現在是結實的那種散 沒錯, 也是那種散 還有堅韌度 對, 我們要打它有彈力 即是幾下 準備要做蝦膠了 是的 蝦膠除了有蝦在這裡之外 原來還有一些配料 我等三姐告訴大家 我什麼配料來 令蝦膠更加結實 我們要打蝦膠 一定要先放點鹽 現在才放鹽? 現在才放鹽 它很實質的 是的, 一放鹽就起膠了 不放鹽就沒辦法了 沒有, 不放鹽就做不到效果了 要打它多久? 但是你現在一邊摸它 一邊已經開始了 但是你記得幾十秒 就已經可以固定成這樣了 對, 你放鹽就很快就這樣 但如果你不放鹽就做不到效果 整齊也不行了 是的 好, 這個時間我們放胡椒粉了 始終要放一點胡椒粉 少許可以嗎? 對, 少許可以 不可以的嗎? 對, 不用太多吃胡椒粉 看得好 是呀 給我一點生粉, 好不好? 生粉當然好了 對, 給我一點生粉 吃胡椒粉就整根放進口裡 對, 給我一點生粉 多少? 夠了 倒進去 夠了, 夠了, 夠了 夠了, 夠了 糖也是放一點點 現在才放 對, 現在它起了膠了, 是不是? 是呀 起了膠了 很黏 很黏, 是不是? 嗯 這些都是, 這個是麥魚膠? 這是麥魚膠 麥魚膠 麥魚膠 要這麼多嗎? 是否一對一了? 我現在兩塊 可以一對一的 現在我用麥魚膠多個蝦膠一點 有麥魚膠幫忙, 它會變成怎樣? 再彈口一點 應該會彈一點 美妮很聰明 對, 我想到麥魚的狀態 麥魚很聰明 是呀 拌到它, 你也看到它已經開始黏了 這樣就已經可以了 可以了, 不用了 打開了 很噁心 三隻這個幹什麼? 對, 現在要放進去 要放進去嗎? 沒錯 為什麼要放進去呢? 不要浪費它 一起在裡面吃花膠 剛才的碎碎 口感就有一點粒粒的感覺 吃了蝦膠 對嗎? 好吃 遮蓋了, 完全不見了嗎? 對, 一點也不要浪費 那你用手釀, 還是用筷子? 手釀 好, 怎樣呢, 三姐? 這樣 那它會不會粒?不會粒的 你看到我剛才 不斷點一點, 你的生粉 是呀 這樣已經切實了 它已經切實了 像膠水一樣 真的很好吃 但是它是乾身的, 對嗎? 對… 所以就能做到這個效果 整個膠水這樣切上去 放上去 好像整個餃子似的 原來是這樣 塗了膠, 在粉上蘸一下 然後再放進花膠 對 你又不用其他東西嗎? 用什麼? 雞蛋, 濕三粉, 不用的 這樣就可以了 就像棗子一樣 原來是這樣嗎? 對, 是這樣 差不多了, 三姐? 對 你包了很多隻 快手吧 這些菜式很矜貴 我覺得大人秀仔又適合了 對, 這個最重要 炸之前我們有什麼動作要做? 需要放進冰箱一會兒嗎? 也不用了 如果你還沒做的 還沒吃的 你可以放進冰箱 當然, 如果你現在說 我已經做了, 吃了 那就不用了 那三粉撒上表面的作用是什麼? 你包著皮 還有一層皮在這裡, 而且會鬆化 很脆 要燉掉嗎? 要 滾了 現在我們就放進去, 大王 我需要把火嗎? 要, 交戴它 它需要分底面嗎? 不用, 就這樣放進去就行了 即是炸的嗎? 這是炸的 三姐, 粉撒白白 是 會不會彈的? 有時候會彈, 但不會很厲害 少許會入味 因為吸收了水 對, 吸收了水 如果蝦沒有吸收水的時候 可能會撒白白 對, 沒錯 如果這樣要時間, 大概多久? 你看看, 開始有一點金黃色, 對吧 有些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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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 是 你看到金黃色的, 我們先撈起它 它是否要翻炸的? 要, 我們也要翻炸 先撈起一層 這些金黃色的撈起 這個是不是已經蒜蓉熟了? 還沒熟了… 我把火調好嗎? 這裡這層, 淡色的… 淡色的… 淡色很多 像麵包的色 對, 沒錯 我們就要把它再炸一會 但這些已經開始有金黃色 我們要撈起它了 這些是否要立刻看肉眼去決定 哪些是可以, 哪些是不可以 這些真的有經驗 沒錯 對, 剛剛好 對, 是嗎? 上來加一加, 怎麼辦呢? 現在油溫已經冷了 對 我們等它在油溫再起 再放進去, 再炸一會 你看到那些…有些粉在這裡 稍微沉下去了 沉下去就開始… 沉下去就沸了 對, 開始再燃 這個就要再滾一點的, 放進去 這個要全熟, 還是九成? 這個就要全熟了 你看到它真的有點焦黃 這樣就已經可以了 因為蝦和麥魚比較容易熟 花膠我們是熟了的 所以我們就會脆口就可以了 色皮? 沒有…等我起了才會 不要立刻…我還沒炸完 你會關掉油鑊 知道… 這樣會入油, 知道嗎? 知道… 好, 讓觀眾看看 先把這個倒下去, 輕輕一炸 你立刻撈起它 撈起… 立刻撈起 沒錯, 快點 快點… 行了… 這個不要熟, 要爽脆的 但我們一定要過油才行 留意, 三姐, 我現在留意到 它真的… 紅就特別紅, 青就特別青 大王, 給我加一點油, 大約 這個現在做什麼加火? 加醬汁, 好… 少許就夠了, 不要太大火 加小火, 加小火 這個是… 這個是咕嚕汁 這麼多嗎? 不是, 我們埋了它就可以放 看它稠不稠 這個我是想這樣的 我自己喜歡加多一點的… 茄汁… 加茄汁 加慢火? 不用 好 我又會加一些日本的醋 為什麼這個醋是甜還是甜? 我覺得味道偏酸 酸得來, 它會和味的 我會加兩粒鹽 我還要加鹽? 是 香香 鹽把味道提鮮出來 現在… 夠稠嗎? 也可以, 可以稠嗎? 是否要這個稠, 讓觀眾看 這個稠要多稠 觀眾看, 稠要這樣, 埋芡就好 我們現在先把醬汁撕起 好 因為不要太多醬汁 因為不夠, 我們再加 這樣, 倒數就調得好一點 這是醬汁的底部 對, 好, 現在可以了 趁慢火 慢火 先加什麼? 加那個, 對 這個先加花膠 是 然後我就加這個 這個是小梨 為什麼用小梨呢? 因為我們今天買不到士多啤梨 用小梨也是好吃的 你不要放下來 因為我要很生的 你要掛醬汁, 是嗎? 對, 沒錯 那這個辣妹是什麼作用? 那個辣妹是搭配上去的 你看到嗎?現在的醬汁已經多了 多了一點 所以我剛才撕開是正常的 好了, 現在看到… 放進去嗎? 放進去 放進去 放進去, 對, 沒錯 關火, 好, 搞定 很緊張, 煮這個菜 很緊張 推過來一點 是, 好了, 來吧, 我們上 上這個也要 這個筷子慢慢替它燉一下 很香嗎? 很香 它的醋很香, 三姐說的和味 和味沒錯 這樣又搞定了 好 謝謝 好 什麼名堂, 三姐 喜喜揚揚花膠組 謝謝 謝謝